真的特别的矛盾 矛盾在哪儿 我也是一个妈妈 我也有一个女儿 所以妈妈讲的所有的心情 我特别能感同身受 但是呢 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曾经跟小王 有一样一样的经历 你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的籍贯就应该是河北的吧 是 我就是实压装 来 我们让小王和铁阿姨听听 你一河北人 留在河北也挺好的 你看小王我们天津闺女 是吧 这个挖空心思想留在你河北 当时那你是为什么想出来呢 我是必须要独立 我印象特别深 我竟然在大学里面 我想找一份兼职 然后我妈妈跟我爸 冷战了一个月 怕我被骗 我其实当时想来北京呢 也是我同学希望我过来 我想出来看一看 我妈还是不同意 那最后我只能编了个谎话 跟我爸达成合作 然后我才出来 作为女儿 我特别想支持小王 尤其是这个阶段 小王刚才 她讲了一堆的 信息啊 其实都是你的问题 反而因为这些问题 我倒支持你 必须要独立去闯一闯 我当时我也特别没自信 然后我认为说 我可能出去也找不着 可是我突然发现 人对自己的自信 就是在于说 你去挑战了 并且能做到了 你突然有了独立人格 这个时候 你还能把爸妈 接到你身边去 现在我妈妈经常 跟我在北京住着 没有影响 我是一个二十年的北京 但是今天我却站在了妈妈这一边 这是就是按理说 我应该站在小王这一边 我应该支持你去外面 闯一番自己的天空 自己的事业 但为什么今天 我会站在妈妈这边 因为小王最大的问题 她是害怕 她不想那么努力 她害怕天津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对于她自己 没有那么自信的情况之下 你的压力会很大 但是小王我告诉你 不要害怕 因为其实 你就是要努力一点 面对这个城市 面对你的家人 因为在你未来的人生当中 其实工作和亲情 是并同存在的 不只是工作 如果小王要选择来北京 或者他选择上海 选择深圳 你同意吗 不同意 那就是 不是女儿不努力 我觉得田阿姨身上 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她不是爱女儿 她是需要女儿的爱 她依赖女儿 胜过女儿依赖她 这样子 你想一下田阿姨 你把女儿要回到北京来 在你身边 她可以照顾你 可以跟你每天在一起 但她的未来怎么办 你可能帮她 她在各个的公司找了份工作岗位 但她未来可能还有五六十年的人生要走 她怎么能独立地走下去呢 她现在想独立去飞 不管在石家庄 还是在天津 还是在上海北京 哪里 她都应该自己去闯 而不是说 你给她设定的范围 就是你要回到我身边 母亲很需要这个女儿 女儿在某种程度上 被母亲的这个爱 有一点压抑 她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爱再表达出来 她有一点被动 甚至觉得可能很压抑 你说母亲更需要孩子的爱 其实现在小王还年轻 她慢慢也需要母亲的这种亲情 这个是互相的 而现在就是说 您说这个庇护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也好 这只是当下的感情 到了今天您的父母也在这儿 我认为我人生到了今年 最大的成功 不是我事业上成功 而是我没有办法客观拉长 我母亲的生命的长度 但我从物理上 把我们相处的时间 做到了极致 我知道 我看到小王也需要母亲 但是现在是母亲不让她做任何 今天她作为一个年轻人 应该去努力奋斗的事 真的到这个母亲需要她的时候 她可能会就不具备能力 反对反对 事实上我觉得情感这件事 本身也是在选择未来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我们从来没否认 就是我特别想跟那个小王去说 就是感情 它有两件事是很重要的 第一是距离 就是感情跟距离是有关系的 它会影响你的感受 第二感情是时间 有很多事 不是你时时刻刻都有机会 如果你有机会不珍惜就很奇怪 小燕 我真的 你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真的太偏颇了 感情的第一位是尊重对方 对 你孩子要出去 我死活不让 包括说如果我父母不愿意来北京 我首先要尊重他们 是他们也愿意 我也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更好条件 所以首先第一位是尊重 但在这对父母女两边里 我觉得母亲对女儿的尊重是不够的 她现在最大的问题 小王最大的问题 她就是不想努力奋斗 害怕天津给你的压力 所以你才不太敢回来 因为看到了你的师姐 有一点这个原因 也有是我觉得在以我的学历的条件下 我觉得在那边 我能接触到在这边 我接触不到的机会 刚刚来一个问题特别好 说是如果去北上广深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想奋斗 你去北上广深 这个时候我肯定换 我肯定换另外一个颜色的牌子 但现在很显然是 如果是我想要去奋斗 我想要去努力 我想要挣脱 我想看更大的舞台 那你并没有选择 跟你的这个匹配的结论 但是小燕你说的不对 你说的不对 他要奋斗 为什么一定要选更大的城市 在二三线城市 难道不是奋斗吗 因为你们跟他都没有类比性 就相对来 大家都是去了更好的学校 然后更好的城市 你们都是在不断地往上走 往前走 而他现在只是想往远走 东叔叔你为啥不服 我为什么不服呢 我是家的西安人 我是长孙 我的弟弟还比我聪明 家里人觉得我没出息 没出息这几个字 就觉得我这压力很重 家里很早就帮我安排了工作 很好的工作 我就是要离开家 我的目的就是离开家 我去了最远的城市 去了汕头 我没有目的 我就是离开家 我离开家以后 结果 我去了外地 我有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儿子我相亲 她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流眼泪 我心里想 我妈还原来心情还这么转 后来 后来 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每年就过年回去 我有时候也会想家 我回去 我刚开始为什么举牌的时候 我只是妈妈呢 因为我有遗憾 我姥姥去世的时候 突然去世了 睡梦着去世 我都没回去 我是支持爸爸的 因为家里没人照应 你知道吗 我支持你的 但是你刚才哭的时候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 不要给孩子太多精神压力 让孩子奔一奔 释放自己 找到自己的尊严 你要相信孩子 孩子会回到妈妈身边的 我让孩子 我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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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大家